恒公儀、浩年文、揭進教會醜物 逢星期日中五十二點 門徒公儀 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儀》 今晚由我Howie 和我Larry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之外 記得要讚好我們的Facebook、MeWe、IG 以及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Flash 最近基督教發生了很多性暴力的事件 過去兩個月我們都說了很多 所以今集我製作了一個 《香港教會性醜聞》排行榜 總結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一些比較均動的教會性醜聞 以及做一個排行 先指聲明 以下這些排名是我們純粹自己的排名 是的 很主觀的 我選了七單 我們由第七位開始倒數 第七位 重道為你聯合教會 事緣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袁天佑牧師追思禮拜引起了很多爭議 袁師母和他的小兒子袁建恩披露 原來在2012年 當袁牧師還在做會長的時候 曾經低調處理過一宗性侵事件 某位的牧師在一間酒店裏面 侵犯了一個女仇害人 還有體外射精 但最終教會沒有報警 只叫這個攝氏的牧師提早退休 我們不可以公佈這個名字 為什麼呢 免得有修律師誦 這個更恐怖 這個更恐怖 你想想修律師誦 你不想修律師誦 就不要說這個名字了 一句到尾就是體外射精 很誇張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放在第七位 我放在前些 給你做編劇 怎樣可以編到 可以有體外射精這個行為 你怎麼想 黃標說黃標 沒有亂說話 這個你想到 哇 想入非非 你怎麼在酒店裡 這個就是最離譜 就算編的 編的編銜片 都未必編到這個情景 為什麼 正是排第七位呢 因為沒有更加詳重的情節 如果能夠多些詳重的情節 怎樣發生 過程是怎樣等等 可以再高一點 這個就是黃標的 要再高一點 可能會紅標 不過不要緊 因為一會兒 都再有重度為你教會出現 好 那我們就倒數第六位 魏共鳴牧師 這件事件發生在1995年2月 當時擔任香港書名會總幹事的魏共鳴牧師 就飛了一位27歲的女下屬 她借酒行兇 約了這個女受害者出來 就喝醉酒 然後將她帶回家 強吻 然後再載她上飛鵝山 在車廂裡 對她強吻和摸胸 那個女受害者就報警 亦都上了法庭 在同年的11月 魏共鳴被裁定非禮罪名成立 罰款8000元以及留案底 她有上訴 但最終都是被法庭駁回了 而魏共鳴 亦都向宣明會請辭了 這件事應該挺久的 當時我都很小 我都不記得了 一聽到飛鵝山這三個字 就和車鎮有關 姐妹聽到就小心 人家說帶你飛鵝山 這件事只是第六位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發生在30年前 其實很多年輕的教徒 未必知道這件事 所以也沒有辦法 能夠上更加高的位置 不過值得注意就是 這七宗的性醜聞當中 這是唯一一宗能夠入稟 告上法庭 最後是判罪名成立的 其他的六宗 你可以說是不了了之的 三十年之前 都叫做伸張到公義 但是三十年之後 今天 教會都是把所有事情 叫做自己關門解決 我也不知道 這是進步還是退步 好 我們倒數第五位 K小姐事件 事發在2011年的9月 K小姐在台灣 被她的上司 由於K小姐 是靠過香港 國際傳避福音 商人 團契 去認識她的上司 而團契的總監 就是陳世強 所以她回到香港之後 第一時間找陳世強投訴 但陳世強 就阻止她報警 就說 萬一報警 你會影響基督教的聲譽 以及根據聖經所說 這些事情 要交給教會去處理 拖了半年之後 陳世強怎樣呢 他最後 就只是把這個 X先生 開除了出去團契 於是K小姐就很不滿 我被人強姦 你叫她不要回團契 有沒有搞錯 在2012年的5月 他就向傳媒公開這個事件 蘋果日報就發現 咦 如果這個陳世強 和X先生 他們本身 是同一間公司的董事 即是生意上的partner 這個X先生 也是陳世強 他創立的基督教敬拜會會友 換言之 是有嚴重的利益衝突等等 所以十幾年以來 大家都指責陳世強 是包庇一個性罪犯的 這個我最難受 或者參加這間教會 我信賴跟教會 所以發生了這件事 很明顯這件事是一個例子 原來教會是解決不了的 最離譜就是他們有利益衝突和包庇 這件事 如果在十年之前 我覺得應該是排行榜 起碼都三甲以來 走不掉 為什麼 第五位呢 因為近這十年 發生太多事情 亦比當年的K小姐事件更加離譜 或者你看到教會的包庇 縱容等等 更加令人厭惡 所以才是第五位 好 我們就倒數第四位 就是魏勒嚴牧師 事發在2017年的9月 博愛潮與浸信會東頭堂 一個女會友 就向教會投訴 她和很多姐妹 十幾年以來 都受到唐主任魏勒嚴牧師的性騷擾 甚至性侵犯 當中有一些受害人 案發的時候 是未成年的 這個魏勒嚴是怎麼犯事的呢? 她就經常扮演爸爸 和受害者扮演父女 然後用爸爸的身份 向這些少女落手 例如她會和女受害者說 讓爸爸抱抱你 讓爸爸舒服一下 爸爸看你走光不要緊 但讓其他男生看到就不能了 爸爸幫你愛戮戮 坐爸爸大腿 我老婆不在家 單獨上來和我玩玩玩 這句真的是 就是用這些方式 去誘騙這些受害者 2017年九月 這位女會友向教會告發 直到18年5月,教会先将毅勒然停职和解雇,但都不肯报警 几个受害者都相当不满 结果6月时,这位女户友最终在社交平台披露这事件 全世界都知道,传媒都有报道 教会最终先和毅勒然到警署避案 这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刚才提过,17年9月向教会告法 隔了大半年,18年5月才在教会工作 差不多10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有几个姊妹出来顶证 原来这个毅勒然当时反而指控告法者 说她是被冤枉的 就说这几个姊妹都有精神病 就说这几个受害者全部都忘恩负义 结果呢 教会竟然相信毅勒然 就真的没有认真去处理这些投诉 又不肯报警 甚至指控 就说你们几个合作故事 然后就刻意去排析 鼓勒他们 说他们出教会等等 所以你看到这间教会 其实都真的很离谱 其实香港的教会 离谱不单止重吐为起 很多教会都是这么离谱 我们终于终入三甲了 第三位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堂 话说前一段时间九月份发生 一个由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堂 会友所组成的关注组 发表公开信 披露在这么多年以来 有人在教会内外 就作出性骚扰和非礼 有多个受害者 教牧和执委会 为了保护这个犯事者 和教会的声誉 竟然想大事化小 对于投诉人就冷处理 以致投诉人 在申诉过程当中 就造成二次伤害 但是关注组踢爆了一件事之后 这个执委会 先承认是有这件事件 以及邀请香港区会 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小组 去处理这些投诉 有一个前会友 Brandom 联络我们 扣露更多的詳情 就说这次被投诉的人 原来他在政府担任中高层 他现在是堂会的执委 而他太太也是前任的执委 他总共涉及5宗性骚扰 包括4宗接触姐妹的身体 以及在Telegram群组交换姐妹的相片 而他在9月8日崇拜上 亦都亲自承认和交代 现在就被执委会停职 以及接受香港区会专责小组的调查 这个就摆成名 都有5宗的了 很严重的 但是最后都是停职 他是纪律部队的 不要乱说 我们的纪律部队很清白 不要乱说 有很多纪律部队 每个人一眼港上门 这件事本身很严重 但是小估不到 原来同一个协和堂会 还有第二个凡事者 根据Brandam向我们扣露 他十几年之前 在一个所罗门小祭里面 他当年的组长 后来就做了教会的青少年木区侍奉人员 原来牵涉另一宗更加严重的 戀同性暴力个案 而受害者甚至包括男人 现在已经被停职 以及接受调查 除此之外 Brandam又扣脑 他在2009年刚刚回帖和堂的时候 都曾经听闻过 前堂主任 曾经叫那些姊妹 坐他大腿 我觉得 为什么在同一间堂会里面 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由堂主任 组长到现在 什么执位 个个都是色彩人 好像是邪教 这是什么教会 是 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 教的歌曲的专辑 叫做团契游乐园 我见到这样的事件 我觉得这是团契淫乐团 真是 这么狠心 上上下下全都很狠心 真是团契淫乐团 但是 都不够第二位和第一位 这么离谱 因为都是同一个中派 死得了 真是 真是 好 第二位 《重道卫里联合教会观堂堂》 《重道卫里联合教会观堂堂》 《重道卫里联合教会观堂堂》的旅会友 C 半压半哄 发生了很多次未成年的性行为 而第一次 还竟然在教会的蓝次里 这个C 在几年前 做了实责的乙务教士 他本来还有机会 可以做唐区议会的主席 在2022年年底 99 就向他的唐主任 也是现在的会长 林忠牧斯 投诉 当时林牧斯提议报警 但99拒绝了 最后林牧斯就答应了 他会吩咐C 不要做唐区议会的主席 兼且不会再安排他 在99会参与的崇拜上讲道 免得睹眼睹鼻 但半年后 99就觉得 林忠根本没有认真处理事件 他和朋友商量过后 就写了一封新诉书 在去年9月底 再约林忠出来会面 要求要对C 作出更多的惩罚 谁知 11月第一周 他们再去见面的时候 林牧斯就说 其实现在可以做的事都做完了 没有东西可以再做了 应该要Costwile等等 99就相当不满 结果就改向唐区主席投诉 而唐区主席就真的做事 在11月底的唐区会议上 通过成立专责小组 最后就对C 就作出一系列的处分 包括七年之内不总参与 重度为你任何堂会的聚会 不总再参与事奉等等 首先要说一下 林浅去处理手法 严重失职 做不到事 搞什么 算上一件和这件 这么好玩 在厕所可以乱同 在厕所上玩 你想想 这些咸修佬会训不上教会 搞得这么开心 我觉得责应该黄标 黄标就去准一点 我想说一下 这件事 林浅牧师 如果你一早将这件事处理到 那便不用搞到现在 又要和别人割席 根本是处理不当 师母说 也很明显 教会是做不到什么 最好就快点备案 失望 这件事 我们过去一个月 都做过很多的报道 跟踪 节目等等 也曾经请过 袁师母上来 开麦去评论 我觉得 其实不够 就算你说 将她在教会里处分 什么停息 不想她回教会 也不够 你还在中学那里 正在教书 中学最多女生 我觉得要做些事 用了很多的方法 找到她的学校 或者制服团体的回应 我们就向她的学校查询 你知不知道有这件事 为什么还不让她继续教书 结果 学校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我们告诉校长 校长才知道 然后他们立即向教育局 警方和社署 报告这件事 我们在上月15日 刊登了这篇报道之后 学校在第二日 即是16日 就立即炒了这个诗 在教师名单 就已经没有了她的名字 而且立即在报纸刊登广告 就聘请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 一个这么小型的网媒 在当事者不想报警之下 唯一能够做到的事 防止她再有重犯的机会 说到一件事 就是从道卫里教会 除了不去正面处理这些事之外 她最厉害是什么 毁尸灭跡 她最厉害是毁尸灭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诗刚才提过 她是做过实责义务教士的 当然要港道 本来在YouTube上 从道卫里 有很多她过去这两三年 港道的影片 我今天上网的时候 从道说 你竟然删掉这些影片 真是生气 我又不记得下载 报警她又不报 正面处理她又不处理 但是这些毁尸灭跡 从道卫里就最厉害 真是很生气 好 那我们就正式公布 香港教会性丑民排行榜的第一位 当之无愧 当然是劳龙江牧师 在2018年12月4日 劳龙江牧师在卫里大楼里 性骚扰一名她担任校监的教会学校女职员 这个受害者起初是打算报警的 但被当时担任会长的林崇智牧师阻止了 接着她就说要乘了一个五人调查小组去处理 不过大家要把这件事件保密 根据调查报告指出 劳龙江曾经对这名女职员 拖手、摸面、扫背、甚至正面的红袍 和五人调查小组会面期间 劳龙江否认不是性骚扰 解释她和受害者两个人是朋友 她说以为和这个女生已经很熟 我当她是女儿 做她的女儿也挺可怜的 又摸面、拖手、扫背、红袍 明报在2019年2月引述匿名消息 披露了这件事件 当时劳龙江先辞去所有她担任校监的工作 还有当时她担任的基督教协众会总干事职务 原来某些人是有不止一宗的 是有几宗更新的 如果将这件事处理了 其实第二个受害者 第三个受害者都不会再出现 在这里奉劝教会 真的要认真处理 公道处理 不要做到那么多人受伤 这件事成为了第一位 我觉得当之无愧 而且你想想 今次这七宗事件当中 重度卫理竟然占了三宗 而我们不是有心的 我觉得任何的网媒 任何的教团 团体如果真是做一个性丑闻的排行榜 这三宗事件一定入榜 一定入榜 而劳龙江 死性不改 之余 他仍是死不认错的 不是说真是这份人 因为话说 刚才提过 调查小组有一个报告 但是 在19年4月 即是过了两个月之后 那时候的林会长 就说要成立一个 十一人的检讨小组 是什么呢? 就检讨回这个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 最后这个十一人的检讨小组 结论就是说 这个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过程有问题 是不符合程序的公义 金勞龙江看了这份报告之后 他就说 对了 所以就还了我部分的清白 你看到他真是死死不改 很厚硬 所以我常常笑他 你说还了你部分的清白 那究竟是还了你左手的清白 还是还了你右手的清白呢? 就是说我不是用左手去摸他的 我是用右手去摸他的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我是从来没听过 什么叫还了部分清白 这种说法 甚至乎上年发生的追思礼拜 这个龙龙江 还将港台当炮台 即是追思礼拜上 对于袁师母 作出很多不实的指控 用了整个港道的时间 数丑人 数丑人 真是离谱 这个人曾经做过 从道卫里的前会长 又做过崇基神学院的院长 甚至做过基督教协众会的总干事 竟然是 鲁龙江就是香港基督教的一个缩影 就是这么骚脏 骚脏 包揽很多的罪恶 真是整个香港基督教的缩影 好了 今集就到此为止 最后我们有一些台务报告 首先多谢听众的课金 包括 比赛发表达 以兴叶 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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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Thomas 妹 就多谢了 多谢了你们 接着就就门徒小队了 星期六我们再出队探访 时间是七点半在帕来山 有兴趣的事可以上网报名 希望你们参与 接下来十五号 《门徒公义》会举行一个生日网聚 在十一月份小弟会生日 另外我们的主持Eric也在十一月生日 所以那一晚我们会一起吃饭 生日和网聚一起教 没错 然后就上来参观录音 如果你想一起参与 无论你是否十一月生日也无所谓 大家一起开心 一起吃饭庆座 你可以上回我们的网站 Facebook、Mivi、IG、Flex等等 在Google方报名后 我们就会联络你 希望当日多些人能够一起参与 稍后我们完成后 大家记得看广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广告 我们推出了一个免费广告计划 第一个参与的就是荔枝窩的陆族有来 之前我曾经访问过他们的负责人 阿谦 他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所以也制作了一条宣传短片 希望大家稍后记得欣赏这个广告 虽然是免费的 但他也承诺 如果是看了我们的门徒公义 扣过我们去参与报名他们的活动 收益都会撥出一成 会捐贴给我们的门徒媒体 我们现在就结束祈祷 之后就可以看广告 创造天地的上主 我们看到今天的香港 基督教真是污烟瘴气 很多的性暴力 很多的性丑闻 不单只说凡事的是一些牧者 堂主任 甚至乎这些事件披露出来的时候 教会会包庇这些凡事者 反而会怪责受害人 教会会看重自己的声语 不想让人知道教会发生这些事 而忘记要主持公义公道 他们违背你的教训 这些教会是不知悔改的 当上主你再来临时 求你的审判 都是会来临时 求主你都去看顾我们 门徒媒体和门徒事工 我们经常都有缺乏的 都是需要主你的看顾 你带领我们走过一关 又一关的难关 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 在未来 2025 年 我们成立九周年的时候 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简单而不完全去讨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明志而祈求 阿们 为于荔枝窝的陆续有来 为香港人提供一个洗涤心心灵的空间 提供各项活动包括一拍两食 生活体验 生态导赏 奸田 自修 舞蹈 力气训练 手作 欢迎团体或机构 租场举办退休会工作坊 立刻打电话 9335 3947 查询 参与良心店铺 门童公议推速 免费果高计划 欢迎所有良心店铺参加 打破固定收费模式 由你自由捐款支持 素描这个QRO Code 立即登记啦 门童头条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 黄昏六点直播 夜晚九时重温 继续拒绝麻木根虫 坚持圣经公义 门徒看什么戏? 带你一起看首龙晚片 串流平台最新作品 门徒讲野史 主持George Erik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 透过Payme Paypal 转数快 货金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